阿白是辦婚禮 辦婚禮是對世人一種宣誓 我們結婚了 給我們幸福 將來你要不要負責任 一定有了嗎 沒啦 熱女了 應該也還早 張維中說你明年必當的 我是張維中我也會這樣猜啊 這像一般變長婚式 對啊 不是 因為 因為那個Vivienne 也差不多該生小孩的年紀 她不是一人OK啊 所以應該是Vivienne 機率比較大 對 然後我看她老公都很愛她 對啊 把她客戶的這樣 她還偏貼錯 我很難搞 因為要工作 所以還不會那麼快 我 因為他們也規劃 不要那麼 那麼快 這幾次的公開場 你一直都說 你想要再生兩個 對 到底是要跟誰生的 這個要有緣分的啊 那薇薇姐可以答應這樣子 那個她到教會去 她都在教會 對 管不到人家的耶 阿妹 阿妹 哈利路亞 她白癡就辦婚禮 辦婚禮是對世人一種宣誓 我們結婚到給我們幸福 將來妳要不要負責任 結兩年 三年 五年 離婚了一大堆 所以不要 妳就先懷孕 妳跟我媽講的一樣耶 對 妳 對 我媽講的都一樣 我也是爸爸對不對 跟婚男的爸爸沒兩人 妳喜歡愛這個男人 懷得這個孩子 妳要想像妳是 阿仁世界的 Genefa Lopez 妳自己賺錢對不對 養小孩 如果妳老公不行 妳順便養他都OK 我們現在 女人 女人喔 經濟不獨立喔 妳的感情也絕對獨立不了 對 我啊 什麼都沒有 抱一個小孩在那裡哭 經濟有亂婚禮嗎 蛤 有亂婚禮嗎 這是他們的夢想啊 但他們也是Ordinary people 他就是一個世俗人而已 對啊 我又沒有 我結婚我又沒有告訴妳說 我要結婚幹嘛 我對妳交代幹嘛 我離婚我幹嘛要交代 這不需要了嘛 這樣才是一個現代人 所應該要做的 利用那個離婚的時間 利用那個結婚的時間 好好去做 完成妳人生更多的事情 身體好像有剛剛 自己太強化了一些感覺 身體啊 對啊 身體在美國啦 對 那因為這個弟弟出事嘛 就是老師要姐姐 就要出來講話 要幫他們扛在一些什麼事情上 但是 姐姐一直認為說要給他機會 所以我後來我就決定 真的給他機會了 生養交陪嘛 生零歲 養零到二十歲 交二十歲到三十歲 這是我該交他之年 然後陪伴零歲到一百二十歲 所以生養交陪 沒有一段漏掉 所以我因為熱愛錄西派 所以從今天開始 四個字 逐出加難 聽說 聽說三十歲 你來講 就這樣 你怎麼才能再講 放心 視野